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16日 今天海外的网站上有几篇好的文章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一篇是万维网转发的大纪元的一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讲到了一个故事情节 就非常有意思 他讲到有一个企业的老板去见川普 那么这个老板的名字叫迈克 Linder 他这个还发表了一张图片 我看这图片好像有点面熟 好像是在一次这个 介绍防疫工作的时候 好像这个人出现过 我记不太清楚 这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那么15号 他说他在白宫啊 获得了这个川普的结界 和川普见面呢 这个出来的时候 他手上还拿着 这一份就是这个文件 其实就是一封信 一叠纸 那么 这个据说他是 他是要做什么呢 他受一个律师的委托 要把这个文件交给这个川普 向他提个建议 建议是什么 更换中央情报局局长啊 其实就是建议川普 这个实行戒严 只是没这么直白的讲啊 我理解是这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现在这个时候了 川普的任期就是几天时间了 而且已经明确的发表了 这个要平和的 这个有序的 这个交接权力了 所以要想改变这个势头 已经相当的困难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给他转化 传化的人呢 我猜测很可能是鲍威尔 林德尔周五 说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和这个川普见面 随后当他走出白宫 是被记者排到了手上的一份文件 因为记者现在就是都想挖一点好新闻 我看到昨天有几个自媒体 还在那讲的 讲这个川普调动了军队 已经包围了这个 包围了那个地方 马上就要 这个抓捕 随随随啊 非常的热闹 那点击肯定 点击率肯定高 因为这个属于 这个独家的耸人听闻的行为 也是我们川粉们所期待的目标 人都是这样 你恨谁 你就希望多来点消息 对他不利 你喜欢谁 喜欢那个消息 他把他捧起来 这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据我观察 大事是回去 那么说是日本文件上面 写着将卡什·波特尔调任 代理中情局局长 波特尔是代理国防部部长的参谋长 那么呢 林德尔就表示说 总统把川普 总统川普要把这个文件 总统川普在把文件还给他之前 读了这个文件 就川普的文件没收下 读完了 就还给他了 如果想做的话 就在上面批示了 是不是啊 我理解 林德尔与川普和一名律师 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了十分钟了 这个会议原定于周四十四号举行 林德尔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 他说我是戏士 他普通说 他是在传递一名律师的建议 从网上流传的这个半截文件照片来看 就是有人记者细心把它拍下来 放大一看 上面写了什么内容呢 断断续续的啊 不是太完整 立即采取措施以拯救宪法 呼吁任命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小组成员 如果必要的话 在第一次出现任何信号时 法律等等等 外国干预大选等等 处罚 其实连贯起来就是 还是约先那些 已经热议了很长一段时间 川普依据2018年颁布的什么 这个令那个令的啊 或者是 这个进行戒严等等 这个报道已经讲了 媒体已经披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 说是林德尔说 在与川普会面后 他被带到楼上 这个与白宫律师谈论这个选举的问题 不必的问题啊 他解释说 川普正在开一个接着一个会议 那肯定了 这最后几天 你想川普现在力度非常大啊 出台了一期 一期的制裁中共的措施 然后又 这个昨天又抛出国务院这个 这个关于中共病毒的事啊 也是 这个都是非常这个 制裁中国力度非常大的 一定要把这个 就拜登这个团队啊 这个堵在一个 一个关键的这个节点上 让走不回去啊 他哪 哪可能有时间做别的 一个会议接着会议 确实是这样 那么他说 川普律师们表示 他们已经研究了这些说法 但他们显得对这些说法已经疲劳了 非常不学于顾问 这透露了什么 透露现在 即使你想戒业 实际已经过了 对政治人物来讲啊 发挥作用 这个悠悠寡断不行 这个关键时刻 就一咬牙 重大的决策 受盈就翻过来了 大事就 立刻改变了 你看 比如说这个六四 赵紫阳 这个 到这个学生中间来看学生 说 我对不起 让你们等很久了 那赵紫阳 那这是 这个 满脸的就是 这个 这个 心情非常沉重啊 这个表情给人感觉是很 这个 迷茫啊 很难过 很痛苦 如果那时候 这个赵紫阳想决心 直接站到坦克上 和学生们站一起 那形式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情况 历史人物的 他就是 决策就在一瞬间 我认为川普 他如果是在这个 一月六号之前 或者当天那天策划好了 这个 比如说他在进入这个 呃 这些川粉的集中以后 在进这个国会之前 他能派这个 这些律师 这些人 能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 这个 呼吁啊 群众支持 但是要喝礼费 他站在群众中间 防止一些就是 黑命贵啊 或者这些 安提法的 这些 不用用心的人啊 这个 股东事儿 那我估计那时候 就很可能就 获胜了 给里边的 这些议员们 就反对 拜登人 一信心 那肯定就 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 做到底 抓住时机 他这个川普 我认为还是 太犹如寡断造成的 结果有这个结局 也就是说 等到那个 一六号事件发生之后 军方 联系会议 转变太多了 已经形成成建 以后不好办了 别看美国 在说 这国防力量 是独立的 但那军人 他也看媒体 看报道 他肯定也研究了几次会议 那些人 基本上倒向拜登了 那他也不好 起坐了 对吧 我看有些自媒体讲 说是好像 这些一两万的 国民委队的人 都是川普的人 等到二十五那天 在滑遍 这个太悬了 这不可能了 这个已经是 非常明确了 同志片文章可以看 就是有些律师 还不死心 你像伍德 鲍威尔 他们总之抛出一些 这个 就非常令人 就是激动的 热血沸腾的新闻 但是现在看的那些东西 已经不切实际了 所以这篇文章 讲到说是 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周五的一份白宫记者 共享报告写字 在林德尔下午三点访问之前 川普还没有在 土耳市办公室 因为通常情况下 党总统在办公室时 会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在习役入口外站岗 说下午三点零五分左右 这名海军陆战队员 护送林德尔进入了办公室 说这个林德尔是 坚定的川普的支持者 他周五晚九点半 在推特转发了 华盛顿观察假报的报道 他证实这个事 真实的 也就是说有些人 还不死心 想继续努力一下 但据我观察 好像大事已去的 或者说人生最关键点 川普没有把握住 因为他毕竟 我认为他过去是当老板出身 他对政治这个东西 玩政治这个东西 给我感觉他玩不过 这个拜登 拜登老官僚了 在体制内 你想干了47年 那绝对老辣 全数玩的 对不对 那当然了 就川普在最后的决战时刻 颁布这么多的文件 确实是也是非常了不起 尤其蓬佩奥 那对他是非常的重心 这个对的重心 也不仅是为了他 是他们之间 有共同的这种信心 信仰和精神的追求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